跑抢呗 比赛开始 获得左击冬奥会500米亚军的邦塔纳 率先抢到了领华位置 不过3000米接力需要滑行27圈 团队除了足够强的实力之外 还需要有足够的默契配合和足够兴趣的战术 中国队第二棒交给了韩宇彤 年轻的小江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发挥的还是相当稳定 他紧紧地跟在意大利队之后守住位置 顺利地将棒子交给了周扬 选手们通常滑行一圈半或者两圈进行交接 而交接也是完成超越的一个重要节点 中国队第三棒第四棒周扬和曲春宇交接的时候 被荷兰队超越暂时落到第三位 不过此时比赛才紧紧进到第四圈 对此随时会发生变化 意大利队随即也被荷兰队超越 长距离比赛多频次的交接 合力分配体力比一位的领华更重要 十一圈过后曲春宇和韩宇童的交接 让中部队重新回到第二个位置 又过了五圈 曲春宇利用一次内套超越 抢到领华位置 随后的十圈比赛 中部队始终保持领先 与胜负的意大利 方塔纳在最后一圈超到四级 最终中国队以4分05秒31的成绩 获得这一小组第一 与意大利队一起晋级决赛 总部队重新回到三十五圈 现在会主浪运党赛 注重新回到三十五圈 未经许前来